10月5日胡人与国王进行了季前赛的第三场对决,此前胡人曾两度败了绝金,这样让胡人球迷有所失望。 然而在今日的比赛中,胡人球星英格拉姆打出超强数据,连詹姆斯都激动的手舞足蹈,虽然这仅仅是一场季前赛,但是这场比赛却依乎寻常的机率,尤其是英格拉姆仿佛打了鸡血一样,球场上的表现非常出色。 在出战的35分钟的时间里斩获全队最高的31分,就来吧,三助攻,三场段,一概冒的数据。 这样的表现堪称完美,英格拉姆整场表现非常积极,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,他都是球队中最积极的那一个,此前在第一次对决决金的比赛,中英格拉姆就出现功力。 而这一架英格拉姆,也展现出具备全明星的牵制,值得一提的是在最后一截,仅剩下40秒的时间里,国王变现发球,结果英格拉姆防守的相当积极,让国王的发球球员屡次三番发球失败。 最后一次又被英格拉姆成功抢断,恐怕这名球员都有发球阴影了,而詹姆斯在场下也为之大兴奋,不由自主的手舞足蹈起来。 可以说看着潜力球员如此迅速的成长起来,詹姆也是喜笑颜开,最终胡人以128比123取得胜利,赢得了继前赛的首胜。 而本场的最佳球员为英格拉姆没属,他的成长肉眼可见,攻方面面俱到,胡人的新赛季真的越来越让人期待了。